MEDICAL TAIWAN MEDICAL TAIWAN 從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連續三年 我們沒有中斷排除萬難 舉辦了實體展 今年度的MEDICAL TAIWAN 除了聚焦在專業衣材供應鏈之外 我們更著重在為智慧醫療跟創新科技 搭建一個很重要的跨界對話的橋樑 我們在展覽當中特別設立了 健康生活新日常 我們劃分居家環境跟醫院哪個區域 從每天生活的個人健康管理 科技的防疫 智慧看診的情境體驗 然後帶領著參觀者 我們來看一看未來 數位健康生活的樣貌 在5G AI Big Data 等等這些新科技趨勢的動力下 下一個世代的醫療產業革命 我想也很快的就會到零 你可以為自己創造一個Avatar 然後透過各種感測裝置 跟穿戴式的裝置 把你身體的各項的數據 你的興趣愛好行為 都可以記錄在雲端之中 然後我們再運用區塊鏈的技術 身體數據 有機會能夠達到 跨科、跨院 甚至跨國的交換 大數據的資料 開發出更符合 應對疾病跟症狀的產品 我們參加台北國際醫療展 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時間 那主要的產品是 全系列的吸引器 一般人比較知道的就是抽彈器 所以我們有做小型、中型 甚至是大型手術房裡面 所使用的吸引器 這次因應台北醫療展 我們有推出新的產品 就是這一台胃胸腔DI引流 那在這兩三年COVID的期間之內 在各大的醫院急診室 都是非常需要的一台機器 那我們也是全台灣唯一一家 正在做這一台機器的工廠 我們這一次的展覽的話 主推的話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是智慧紡織品的部分 電子跟那個紡織品的一個結合 第二個部分的話 感控的一個產品 像現在的話 疫情階段 手術衣等等 這些比較感控的一些 耗材跟產品 第三個階段 保健的產品 像一味店 房諾中單等等 這個的話 是我們這次展覽的主軸 想要知道更多展覽現況 想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會第一時間 製作最新展覽現況 以及其他貿易資訊 快來一起跟上唷 快來一起跟上唷